强势更新100级装备 一气龙不再挂杀 先来看看昨天疯腰的画面 可以看到雪碧只能秒400到600之间 今天却可以平秒1000左右了 抱一下就非常的舒服 究竟是怎么弄的呢 一共分4个啊 各位粉丝大哥也可以帮我研究一下 看还有哪里是可以提升的 第一步先更新一波100级的装备 衣服时段舍离子熔练后防御是191 耐磨双加40 套装呢有点差劲啊 回头咱们得到附魔宝珠了重新点花一下 项链时段228的灵力 差两点就满灵了 感觉还不错 套装是葫芦宝贝 是109这个级别 魔力加成最高的动物套之一了 接下来是时段的葫芦宝贝套愤怒腰带 气血熔练的非常高 但是防御略低 由于咱们的虚迷速度太快了 所以一气龙也必须要用速度腰带了 头盔呢是80级的 厨房50 附加特技四海生平 正好咱们没有回复 带个四海加加血也挺好的 鞋子时段黑宝石 特技欲清爵 四海头盔加欲清鞋子 是不是相当于拥有了低配版的精青了 OK我们取出来啊 看看现代的属性 由于戴的还是80级的项链 所以法伤只有1000 速度285 来我们换上新买的装备 我去 这速度直接快400了 法伤提升不是特别多 只增加了159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步 打临时服 头盔是打了29的耐力 项链74法伤 武器174的伤害 依附33魔力 鞋子124速度 整体打的还算比较高 但是还不是极限 我们再来看属性啊 法伤从最初的1000提升到了1309 速度直接从285提高到了524 不过这个属性感觉还是难民龙宫啊 第三步 我们再去把前人单给开了 第二颗单可以点一个经脉叫塔通 还能再增加60点的法伤 我们来到龙王这里 学习第一颗前人单要2200万经验 我去 咬咬牙点了 第二颗要3453万经验 给我进去 OK 目前第一颗单 我们应该是点这个龙卷加80伤害的吧 毕竟80点伤害对于刮沙龙提升真的很大 第二颗单就点塔通了 OK 确认 这个时候我们的法伤还是1309 没有变化是吧 主要是因为经脉要求破浪爵的等级 要大于等于人物的等级 也就是要点到105 OK 那我们继续去点技能啊 先把主技能九龙爵补一补 还能增加点法伤 再把破浪爵点满 好了 现在经脉生效了吧 法伤从1309提升到了1376 其中经脉加了60点的法伤 那也就是说技能加了7点的法伤 第四步 我们再来提升坐骑 我新刷的1.3成长的坐骑呢 还没有未满等级 现在身上只有一千七百多案的经验了 我们都给他喂了吧 只能把坐骑先升到65级 行吧 我们再去搞点垃圾的宝宝装备 把好感度提一下 我觉得为了四个宝宝装备 才增加16点好感度啊 那我们去找相宠师 直接拉满吧 OK 最后再找到讨厌鲜翁 花费2600万 把坐骑的成长吃到2.3以上 现在我们的魔力点是762 法伤是1373 我们骑上2.3的坐骑 看看能加到多少啊 魔力属性提高了32 法伤提高了26 现在呢有将近1400的法伤了 这应该能达到平民龙宫的标准了吧 目前我们身上装备的符石都还没时间调整 等回头弄一下 应该还能再增加20点的法伤 另外我能想到的提升法伤的途径 还有点技能 九龙爵直接增加法伤 破浪爵增加伤害也可以转换成法伤 然后就是坐骑还能从65级提高到125级 应该也能再增加30点的魔力属性吧 最后就是潜能果和机缘了 这个呢是固定的 一共还可以增加154点属性 但是潜能果吃满100个需要17亿的经验 机缘呢需要大量的体力和梦幻臂 等这些东西弄齐了 感觉龙公法伤提高到1600多 应该问题不大啊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法伤呢 有比较懂梦幻的大佬 可以在评论区教我一下 OK 法伤从最初的1000点 一口气提高了40% 怎么说 这波提升值不值得给雪碧点个赞 B的 片头秒两万九的任务是山河画镜 这个任务刷得太过瘾了 十个怪都是连体的 伤害可以叠加 秒出的数据太痒痒了 这谁还敢说一气龙是刮沙龙呀 现在雪碧号500多的速度 即便开了天阵 也比所有的虚拟都快 这两天 我们再把其他四个号也换上100级的装备 这样秒五的人物单位先出手 秒三的虚拟再补伤害 可以保证输出最大化 另外就是人物速度快了 能吸引怪物的法术充当避雷针 帮一刀后的虚拟扛伤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